网上约一个姑娘见面 毛都没有摸到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买单侠 三个月之前 我在社交软件上约了一个姑娘 职业是老师 年龄25岁 身高170 身材挺好的 颜值的话 我当时看头像八分 脸稍显老气 实际见了面了三分都没有 就是让男人下不去口的那种 我们在软件上聊天时 开始说是去看电影 我也想引导让她也付出 我说如果我开车过去的话 你就要请我看电影 最后 她说看电影太吵了 找个亲近地方聊聊天吧 她选择了一个地方 我们过去时 结果关门了 于是 后面我们就去了肯德基做作 总共花了125块钱 钱是我出的 其实 在当天中午的时候 我还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 她就在微信里暗示我 让我请她吃饭 我没接她话茶 我说我早饭吃太饱了 实际见了面聊过天 她就从自由恋爱角度 转化到相亲交易模式了 她说她社交软件上 对男人的要求都是最低的 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男人有车有房 工作稳定 这都是最基础的要求 这时我就感觉这个女人 就是个大龄圣女 有约会高手说 越丑的女人要求越高 越难搞定 我突然感觉这句话有道理 见面前 在聊天的时候 我紧记着前辈说的 千万不要给女人付出 要引导女人为你付出 约会是要有目的的 你要知道你约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再选择见面场景 如果只是两个人见个面聊聊天 了解一下 那么只需要买瓶水 公园里逛逛 最多喝杯咖啡 千万不要傻乎乎地请女人吃饭 那在女人眼里就是冤大头 你自己事后都会觉得吃亏 什么都没捞着 如果你要请姑娘吃饭 那就让姑娘来你家 你下厨也好 弄个火锅配红酒 牛排配红酒也好 姑娘喜欢你的话 她就会过来 这样想是不是也有问题 如果是以前的我 思维还没有改变时 那真的是要让女人 随求随取任人宰割了 她说要吃饭 我就会屁颠屁颠地 跑去请她吃饭 一下子两三百 三四百就没了 最后呢 毛都没摸到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买单侠 今天这次 我莫不是遇到酒托了吧